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庭权三年的决议下了一个这样的标 叫做姜还是老的辣 许荣熟运作成功 经过了这一夜 我跟齐昌不免还是要感叹 姜的确是老的辣 在中平会里头演了一场好戏 让少不更事的我们 更加可以清楚地知道 原来政客就是靠这样存活的 我不想用很重的字眼 在这里伤害 看着我长大的许荣熟阿嬷 今天有报纸点名我 是主张停权三年的那一个人 我承认在那个会议上 我主张要把阿嬷停权三年 因为我看到了 民进党创党的18人小组里头 阿嬷赫然站立在中间 我知道这个党从创立到现在 一路走来 我们历经了多少的艰辛 我知道这一些前辈 为了民主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所不知道的是 在今时今日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 那么一点点的利益 背弃了这个党 民进党从来不反对党员跟中国进行任何的交流 民进党从来不会因为谁多次进出大陆 就把他开除党籍 但是这一次我们很清楚的告诉 伟大的阿嬷 国共论坛 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事 你去插什么花呢 阿嬷叫做明知故伴 在去之前 他已经很清楚知道 这个是国共论坛 去了之后回来 他在不管是昨天上媒体 或者是在中平会里头 都不断的强调 他们叫做 参而不佳 论而不谈 他们都没有发言 那请问你们去干嘛呢 你们不就是真真正正了 落入去当共产党的样板 表示你们被统战了 你们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吗 要不然如果如我们的范政宗大佬所言 你们应该是要去发言 要去挑战共产党 要去统战共产党啊 你们的发言前后矛盾 偏偏又在中平会里头 演的这样一场好戏 让所有的中平委 觉得你们态度诚恳 觉得你们有悔意 觉得你们对这个党有感情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们做出了庭权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处分 我们认为这个党 对党员 对元老 都还是有一份的感情存在 没有想到 这个处分出来之后 你们又连上了两个节目 得了便宜又卖乖 范政宗大佬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告诉我的吗 你说 只要不把你开除党籍 做什么样的处分你都可以 你就此风口不谈 不再批判民进党 不再伤害民进党 五分钟前讲过的话 你马上就忘记了吗 还讲派系运作 我告诉大家 阿嬷在民进党内 完全没有实力 她运作不了任何人 她完全没有办法运作邱易云 我承认 因为我的一时心软 铸成了大错 我必须对所有的支持者 对民进党来道歉 但是 在这个时候 我想我跟齐昌 我们所有的中评委 愿意为我们 昨天的心软 来跟社会大歉 来跟社会大众做道歉 我们也要在下个礼拜 提出故意 召开临时的中评会 针对许荣署委员 范政宗委员 这几天的谈话 我想中评会 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处理